我尚望跳芭蕾 想要成为一个舞舞者 跳了十年 逐机遍布台湾莫斯科 东京首尔的台湾首部芭蕾舞纪录片 舞进 带仁爱国小舞蹈班轻师生 看见台湾芭蕾人在逆境中 力求自我实践的过程 在座谈会中 导演杨伟欣与舞者郭龙安 亲切地与孩子们互动 鼓励他们要有越错越有的精神 我希望透过这一部片 然后透过我的经历 可以让这些孩子遇到困难 都可以不放弃 其实他在九年中 就是我遇到了非常多台湾的 就是芭蕾的 就是不管是学生也好 老师也好 舞者也好 那他们的就是在这一条路上的 奋斗过程 就是很大一部分的支撑 完成舞进的这一个最大的动力 我们有没有那个自我要求 去达到那个质感 或者是我们记者想要一出而就 那我最感到的地方 就是他努力的精神 指导我们去学习 谢谢这次学校 安排了这次的演出 也谢谢荣安姐姐跟导演 可以亲自过来 看到那个男女手 他受伤之后还是会梦想前进 很感动 希望这一次的包场活动 以及一篇欣赏 让孩子呢 对舞蹈的执着跟热情 可以有更坚持下去的力量 这一处对于校方的用心 也给予极大的肯定 这几点是福对于裁判的支柱 无与一无与一有 完善一体的建设过程的问题上 那非常谢谢 恩爱舞蹈班的用心规划 除了原本和校内的完整的专业 舞蹈实质的课程 那这次也带着孩子 种族校外来做一个学习 那刚好在今年 九月刚上映的台湾第一部 舞蹈的纪录片《舞进》 那里面讲的就是台湾的一些芭蕾舞者 他们的这个学习的历程 那带孩子出来也可以去了解 在整个每个舞者光鲜亮丽的备目之下 有很多需要辛苦跟努力的地方 那相信今天孩子都有满满的收获 专业的舞蹈人才需要多元的能力养成 期盼透过电影 让孩子们面对未来挑战时 拥有更多元与热情的学习态度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